特别的在这一天感谢安倍对台日关系的贡献 怀念着安倍晋三在推销台湾凤梨的笑容 然后说永远不会忘记 而且台日要继续的深化伙伴关系 气得有国民党立委翁晓琳就痛批赖清德是民族的罪人 历史哥 看到安倍晋三跟小马可氏 两个都叫做卖国贼 为什么 日本跑去跟小马可氏签这个RAA 其实他就希望做一个准头谋 丢死人了 当年日本在菲律宾搞八单死亡行军 我相信学长已经知道 死多少人 整个二战里面最残忍的其中一个行为 就是把一堆战俘用驱赶的方式 在菲律宾撕横遍野 马尼拉大屠杀 马尼拉大屠杀 这是日本人干的 那个八单死亡行军非常非常残忍 然后看到这个赖清德这样子 我说实在的 安倍有没有推广 有没有怎么样 如果他当首相的时候做我们 就有同意 结果今天我们祭拜安倍三回祭 以元首之之 既然只是因为他帮我们卖凤梨 这凤梨很可笑 对不对 本来凤梨是可以随便卖到对岸去的 那你有祭祀过吗 好不然你要不要去祭祀一下 这个李克强好了 如果乱七八 真的乱得套 就是这个 对你对安倍的个人情感 你把它上升到国家的层级 这个就变均为戏言嘛 那你这个根本就是怎样 做一个所谓的国家元首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所以我觉得今天赖清德很可怕的地方是 他这个人刚愎自用到 他对自己 很少有政治人物被称为神 结果他叫赖神赖神 大部分政治人物说 你不要再这样讲我了 我不是神 他不会 他是辛然接受 辛然同意 但他这种性格会 很可能会把台湾带向一个 非常恐怖的毁灭的深渊 所以他以自己为中心来定义 好那回过头来讲这个七星事变 这也是台湾现在很可悲的现象 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 这个台湾真的是非常的侥幸 因为如果照正常的逻辑来讲 如果台湾不是因为 这个在所谓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告 在日本投降造书 这样子一连串的法律的规整之下 然后跟这个战争结果 台湾是最终是回归到中国的话 台湾是战败 如果战败的话 你要接受战败的惩罚 所以台湾那个角色是无痛转换的 结果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 台湾还是有受伤 包括美军对台湾的大轰炸 加一大轰炸 比如说当年 我阿公他们是加一人 他说很多小朋友 那个炮弹掉下来 因为要炸糖厂 还有中断一些军需物资 炸你的铁路 那个炮弹掉下来 因为田里面比较软 以前的炸弹引擎没那么好 卡在田里面 小朋友均一拿 砰 半边就没了 断手残腿的 甚至被炸死的都再有人在 那这种残忍的现象 在台湾现在根本没人记得了 我阿公九十几岁 那他走了之后 就老一辈的人才记得 对 所以你看到今天这样子 是真的是很唏嘘 而且这个战争的记忆 对台湾来讲 现在是非常欠缺的 我们如果不能去回顾 战争的残忍跟恐怖 那两岸的话 万一真的冲突的时候 台湾人还会记得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他们都在什么 去中啊 历史都忘了 都抹灭了 然后这教科书也改了 所以年轻人不懂 不了解 这个教科书改了 这个后座力 真的是非常大 确实是很明显 其实教科书改 对于学生本身的 学习跟影响 最大的倒不是在 纯知识层面 而是什么 而是在结构层面 因为我们的教科书 做多元化 多元化之后就破坏 脉络的理解 所以现在的孩子 对于脉络跟 如何去组织事情的能力 我自己观察是有所下降的 所以这个才是造成 台湾人在对历史回顾的时候 他缺乏一个历史的 一个感示 一种感受 所以史事消失 一旦消失 那你是谁 所以年轻人越来越 不知道自己 明天是干嘛 黄黄中日的不可以 是啊 所以丽将军 您看 像现在呢 大陆就是一直会 透过很多的方法 希望能够呢 让更多的 下一代 都能够理解当年的 这一段历史 千万不可以忘记 那但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 那在台湾 反而都已经 搞不太清楚了 好像那已经是 不关台湾人的事了 似的 那我要请教一下 丽将军 事实上 您了解这个战争 那也听过很多的将领 描述当年 那将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第一个 我们讲这个文物 这个日本掠夺 我们这个中国的 传统的文物 我是见证人之一 因为我亲眼看过 日本掠夺的 一个文物 那当初日本人 把这文物抢了去之后 因为他战败了嘛 战败了那时候 要受军阀审判 那我们村子里面 有一些长辈 是当初的是这些 这个位居上位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文物 拿来贿赂这些 我们这个当初国民党 高层的这些军官 看可不可以逃过一次 然后后来 因为在村子里面 我小时候的时候 他们就拿给我看过 这日本人给他的 然后第二个 我讲这场战争 发生的过程 这个是谁讲的 是吉星文亲口 跟我家长辈讲的 那我家长辈 那时候是因为跟 吉将军在 金门八二三炮战的时候 那时候吉星文阵亡了嘛 但是在阵亡之前 他跟我家里面长辈 讲了这一段 7月7号 当天早上发生了事 那是什么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那时候 卢沟桥这边 婉萍这边 是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上权辱国 就日本人可以 合理的进入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蒋委员长 也一再要求说 是不准跟日本人 发生冲突 因为避免发生冲突 发生争端来讲的话 那时候整个 国家的政策来讲 是我们自己兵力还不到 战力还不到那种程度 如果说万一贸然开战的话 很可能会战败 所以那个时候 一直叫部队要忍耐 要忍耐 宋哲源的部队 那个时候 要忍耐 当天早上 那时候 这个吉星文 他自己讲 他团长 他底下有一个 有一个连长 是重机枪连连 连长 然后他很 很仇视日本人 他经常只要 一直出去 就跟日本人打架 而且问题是 他是连长 他只要一打架 他就全联跟人家打 所以吉星文 那时候做一个决定 他把这连长关起来 关在紧闭室里面 但是没想到说 其他的兵一样 跟日本有仇视 有一天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 喝酒 酒摊里面 喝酒的时候 这个就 又起冲突了吗 日军跟国军 两个就在一起喝酒 喝完酒就吵架 吵架喝醉了以后 这个那时候解放军 不是解放军 我们国军 宋哲源的部队 有大刀 啪一刀 就把头砍下来了 那真的砍下来 因为他喝醉了 他又把那个头 挑着进城 吉星文一看 他一看到这个场面 他心里头 那时候他跟我家长辈讲 他说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 把这个士兵绑起来 交给日本人 对不对 跟日本人谢罪 所以他砍了你们的兵 那你可想而知 那时候带部队都带子弟兵 那是我的子弟 所以把他绑起来 交给日本人 那日本人一定是凌虐致死 或者怎么样 你觉得他绝对没有活路 所以吉星文那时候 恶话不讲 他除了说这个跟上面通报是说 这个日本人要进城来搜查怎么样 那第二个他底下偷偷就把那个中西洋连长放出去 就从警闭室里面放出去 那就那时候的部队默契很够你知道 你长官放我出来要干什么事 我怎么会不知道 所以他只要一出来 他只要从警闭室一出来 全联集合 每一个扛一把枪就上去了 然后那第一枪就这样打出来 所以我想这段 那就是战争的开始 对 因为这段故事是吉星文自己亲口所述 那我以前也没这个机会讲出这一段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不可考是不是这样 可是你刚刚讲的那个 那个我们讲那个日本人强占我们文物 我自己是亲眼看过 因为确实是有这个东西 那时候他们是为了军阀审判 或干什么来讲 把这东西就等于撕一下 给了一些这个国民党高层的一些军官 然后贿赂他们来换取逃取一死 台湾真的 你说这些高官们 尤其民进党 他们现在在执政之后 哪会跟你谈这个呢 那结果像你看国民党立委翁小林 不仅是批评赖政府民族罪人 执政单位的相关脸书 对于这个重要的日子也是不发一言 结果后来呢 国防部就透过IG回了 说历史的意义在市井 明白提醒没有强盛的国防 与国土安全意识 将成为敌人的眼中 唾手可得的猎物啊 所以意思说 我们要有强盛的国防 我们要有国土安全意识 然后呢 我们就问 然后呢 来历史哥 我觉得很可悲啊 第一个 刚才讲文物嘛 其实台湾的很多食物都被掠夺了 就分成几个大点 一个呢 刚才我们刚才广告 其实大家聊得很热烈的 就是台湾的日语 最好的红筷 都被日本人砍走了 有个故事是这样 我那时候去日本度蜜月 然后这个我太太跟我说 那个鸟居很大 大家知道那个日本东京明治神工 那个非常漂亮 然后我说 哇这个木头好漂亮 高耸 这个高耸露天啊 然后他说 他跟我说 他们历史老师说 这个是台湾好快 我说我在书上是读过 但是我有这么real吗 我就看一下 一到过去 哇台湾嘉义 还写的在那边 还台湾了没有 没有还台湾 那整个神工都是台湾的蜜月 最好蜜月就那两个鸟居 那两个最漂亮 又大又直又出 一个人都抱不起来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嘉义不是阿里山有神木吗 为什么阿里山神木 这么可怜 那个祝空的 然后呢 又要死不活之后 后来死掉了嘛 现在年轻的孩子 可能都不知道 我小时候他还活着嘛 那为什么 因为好的都砍光了 都被日本搬救了 所以被白羽祝空的 才留在那边当神木 可悲你知道 留在台湾的神木 是日本人完全不要的烂货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他对于 日本人对台湾的掠夺 从来没有真正的赔偿过 包括什么 包括对民间的掠夺 我阿公他们在嘉义 那是被掠夺最惨的 因为嘉义有什么 米糖相克 就八田渝休 八南大寸 这个嘉南大寸的目标 是希望让嘉南平原地区 供水稳定嘛 那供水稳定是为什么 种两种东西 一个叫米 一个叫做糖 但是我跟大家讲 不管是米还是糖 台湾人都没糖吃了 因为他们通通讲寒鸡 寒鸡腔 寒鸡腔还有一种 劣等的叫寒鸡腔 那更烂 煮起来会臭的 什么是寒鸡 寒鸡 寒鸡 对 很干燥很烂 很劣质的 平常只吃那个 寒鸡腔 好得都在搬到日本 对 而且番薯鸡 这种番薯干这种 是还要到 比较有节日的时候 然后加一点点米 然后合在一起 那小朋友怎么吃甘蔗呢 那个五分车那边跑 有没有 跑去偷抢甘蔗 然后身上带一只小刀 就地解决 如果被抓到 就被日本警长抓去打屁股 然后爸爸妈妈 要去警察局跪 才会输回来 这就是日本人 对台湾掠夺 学吗 你要学就一起学吧 不要在那边选择性的学 卖个凤梨 就在那边感恩万分 我是不懂 我们的总统在干嘛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